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幾天似乎又在權力鬥爭中占上風了 或者說略占上風 或者是暫時占上風 有一個跡象 就是今天中共召開了一個政治局會議 這是每月固定要召開的一個政治局會議 一般在月底 有時候緊急事情在月中 這個政治局會議發表了一個會議的相關報道 或者是公報 其中提到三件事情 這個會議就決定說中共的五中全會 就是19屆五中全會 定於下個月 10月26日到29日召開 就下旬 差不多接近最後的四天召開 第二個就是這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所謂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四五規劃 就是一個五年計劃 還有關於2035年的一個中長期的一個規劃 這也就是說 並且把它定為可能是五中全會的一個話題或者主題 也就是說習近平想把下個月的五中全會開成一個經濟話題的會議 避免其他話題 這個經濟會議就是不僅討論五年計劃 還要討論15年計劃 就暗示習近平繼續謀求他的長期執政或者終身執政 因為一說到15年計劃 就表示是習時代的一個延續 另外這個政治局會議還提到一點 說他們制定和審議了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條例 然後要求說所有的中央領導都必須遵守黨章和工作條例 但是這工作條例內容不得而知 但是說黨章 習近平帶頭違反黨章 因為中共自己的黨章規定 黨反對一切形式的個人崇拜 但是習近平火通王滬寧 在黨媒黨報大搞個人崇拜 總是把習近平放在頭版頭條 而且是大捧特捧 而最近年受到了很多挫折之後 本來一些關鍵詞都消失 最近幾天又開始出現了 比如說王滬寧策劃的黨媒黨報 人民日報 新華社 環球時報等等 又開始使用兩個字叫金句 前幾年在習近平權力鬥爭不利的時候 這些句子都被拿掉 這幾天又開始用金句來形容習近平的講話 又捧為 也就是說金科玉律 就是皇帝開的金口 又再暗示習近平是當代皇帝 是紅色皇帝 他的中國夢就是皇帝夢 不僅如此 王滬寧還給習近平炮製了個三部曲 一旦習近平在某個會議上有講話 第一部曲是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第二部曲是第二天報紙上會出現 說習近平什麽什麽重要講話在社會各界極其強烈反響 第三部曲就宣布習近平什麽什麽重要講話 單行本出版發行 三部曲來捧台習近平 其實王滬寧可以說是別有用心 因為所有這些講話 習近平的講話都出自他之手 要麽就是他撰稿 要麽就是有一個寫作辦紙 由他來定調拍板 並且把這個稿子最終總攬總審奏遞給習近平 所以不斷地說某個重要講話是多重要 就暗示王滬寧有多重要 然後第二個說是激起了強烈的反響 就表示他的稿子寫成功了 他的宣傳又告公了 有沒有強烈反響不管 哪怕是一個炮都不冒 一本書都沒人買 沒關係 都要在報紙上說激起了強烈反響 怎麽個強烈反響是王滬寧到後院去毆土了一陣 還是在廁所 大土特土 不知道 反正是強烈反應 在第三部曲就是擔心本出版發行 當然 表面上的作者是習近平 真正的作者隱在背後 沒有見諸於致面的是王滬寧 所以沒有什麽習近平時代 就是王滬寧時代 沒有習近平思想 就是王滬寧時代 思想 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就是王滬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之所以說習近平在權力對中佔上風 除了剛才提到的兩個事 一個是他的金句復活 死灰復燃 還有就是用經濟話題搶佔五中全會 所謂五年規劃 或者是十五年規劃 來按照他追求的長期執政 或者是終身執政 更重要的是這次政治局會議又提到了所謂四個自信 四個意識 兩個維護 這已經是連續幾個月政治局會議中沒有提到的用詞 又死灰復燃 那就說這個所謂四個意識 兩個維護 也就是要維護習近平 向習近平看齊 維護這個核心 從這個角度來講 經過北戴河會議之後 政治老人的斥責 或者是批評之後 在避開了政治老人之後 纏抖了一番之後 現在看來習近平 王滬寧 習家軍在極左路線這一方 似乎又恢復了一些元氣 現在又在各方面要去佔領政治高地 剛剛召開了一個所謂新疆工作會議也是定調 說是新疆的工作 也就是沒有提集中營 但是就暗示集中營工作取得了什麽重大成就 說新疆這一套政策要長期堅持下去 也就是說不管維護人怎麽樣的抗議 也不管國際社會怎麽樣的譴責 習近平就說吃了鐵頭 鐵了心 要把新疆的集中營政策堅持到底 進行到底 到了現在9月底的政治局會議 出現了一些詞句 似乎對習近平有利 尤其又出現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這種說法 也停頓了一段時間 重新又提出來 但是不過中共所發布的這些會議的公報或者新聞報道 往往是有所遮掩 以前政治局會議後面還會說一個會議 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這次故意不說這句話 實際上意味著有更多的隱瞞 應該說暴露出來的 曝光的 或者是報導的東西 是大家一直同意去報導的 比如經濟話題 什麽5年規劃 什麽15年規劃 或者是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條例等等 這是各方同意的 但是其他一些事情涉及到人事 涉及到政治方向 那就不一定報導出來 並不是說這個政治局會議就沒有涉及 比如說關於兩年後20大的政治方向 還有關於習近平是否設立接班人的這些問題 還有包括李克強的接班人 就是總書記和總理 一二把手的接班人 這些問題是否會討論 實際上五中全會都避開不了 因為離二十大越來越近 到了基本上按過去中共開黨代會之前的情況來看 五中全會除了討論經濟之外 人事是重中之重 尤其是關於接下來的人事佈局 繼承人問題 所以還有一個月開五中全會 並不見得五中全會的調子 就已經被習近平 習家軍 王滬寧定下來了 緊緊討論經濟問題 四天的閉門會議就跟去年的四中全會一樣 一定會有激烈的鬥爭 所以那兩個話題還是避開不了 那就是關於兩年後二十大的話題 政治路線的話題 還有就是避不了的是接班人的話題 習近平 習家軍 王滬寧這方可能就主張不要設接班人 讓習近平長期執政 終身執政 但是另一方 包括團派的主力派 以及政治老人的代表人物 或者說太子黨紅二代這些代表人物 在中央委員會都有他們的人脈 他們肯定會提出在現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 暗示換人的問題 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形成的制度還要不要 領導人任其次 兩屆走人 這個傳統還要不要 還說徹底砸爛 就跟砸爛香港 砸爛中美關係一樣 這些話題基本上避免不了 不僅這些話題避免不了 而且提到接班人的時候還會有具體的人權問題 比如說各方會爭執是習家軍人物還是團派人物 還是說兩者搭配 或者誰在先誰在後 習家軍人物在先還是團派人物在先 也就是誰接總書記 誰接總理 有那麽一個雛形 習家軍人物現在自首可熱的是像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重慶市委書記陳明爾 團派人物現在比較熱門的是副總理胡春華 但是也不排出跑出另外一匹黑馬 中共高層的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不是一個完成式 而是一個進行式 即便習近平一時佔上風佔優勢 也並不長期佔上風佔優勢 總得說他的權威聲望是在下降之中 自從2017年19大 他的權勢達到頂峰 但是緊接著在2018年3月份強行修憲中 他的聲望權威就遭受重挫 這個大趨勢依然存在 所以圍繞五中全會 相信各派都會激烈的角逐 關起門來 閉門就是內鬥 甚至是你死我活 就跟去年的四中全會一樣 各方閉門惡鬥 甚至鬥出了人命 就在四中全會開到最後一天 有一個中央候補員跳樓身亡 他是重慶市委副書記任雪峰 他跳樓身亡之後 中共最後一天的閉幕式改到人民大會堂去舉行 以避開似乎不吉利的京西賓館 這次五中全會又會鬥成什麽樣子 會不會鬥出人命 都是一個未知數 到時候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的走勢 可以在五中全會的時候再見分曉 就在這個時候 一位中共的前重量級的官員 前財政部長樓繼偉 這位樓繼偉 他也是前總理朱鎔基的愛將 是朱鎔基賞識的人物 曾經當過朱鎔基的秘書 樓繼偉 他在財新網發表文章 而財新網是相對比較開明的媒體 是胡舒立 是主編 而以前他的靠山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現在王岐山把他交托給全國政協來托管 也就是現在的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對財新網有一定的責任或者背書 一個是比較開明的刊物 一個是開明的人物 就是樓繼偉 把他的文章發表在財新網 這個文章批評或者是暗示性的批評 現在習近平的所謂雙循環 或者是攻擊策這方面的說法 他說所謂攻擊策改革 並不符合現在雙循環的佈局 也就是說在現在雙循環的佈局下 攻擊策改革做不到 所謂雙循環就是習近平 王滬寧一再強調的是 以內循環為主 以外循環為輔這個說法 樓繼偉不僅批評這個做不到 而且他在文章中還大膽的提到前總理趙紫陽的名字 趙紫陽是敏感人物 是前任的中共總理 後來是中共的總書記 是一把手 僅僅因為沒有掌控實權 是鄧小平和政治老人幫掌控了實權 在1989年那一場角逐中 趙紫陽是同情和支持學生 支持民主運動 支持改革 後來被鄧小平和政治老人等罷黜 暗然下台 後來遭到軟禁 在他去世之前 前後被軟禁了16年之久 相當於滿清末年慈禧太后 軟禁光緒皇帝的故事的一個翻版 樓繼偉毫不避諱的提到了趙紫陽 他說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 有一個衡量外貿增長的數據 叫外貿依存度 他說趙紫陽總理提出要在沿海地區實行國際大循環戰略 當時趙紫陽的提法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 這就是中共外貿增長的由來 樓繼偉說他相信那就是一個節點 使中國的外貿依存度越來越高 他說當時很快 在1985年 外貿依存度就達到23% 就說明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出口導向性國家 到了後來1993年 依存度達到32% 最高的時候 大概在2006年 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7% 之後就逐漸減少 尤其是經歷了2007 2008的金融風暴 之後就減少 後來 特別是最近一些年 由於勞動力成本提高 所以一些紅利消失 現在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下降 實際上到去年2019年已經下降了35% 也就是說中國的外貿出現了大滑坡 依存度下降 所以樓繼偉在這篇文章中就暗示對現在的當局 也就是習近平王滬寧當局所奉行的這一套 並不認可 在經濟上這一套 實際上是他不認可 包括攻擊策 改革 或者是所謂內循環 或者是假裝以雙循環掩飾的內循環 實際上就是閉關鎖國的意思 樓繼偉實際上以大膽敢言而著稱 以前受到朱鎔基的重用的時候 據說是朱鎔基的頭號愛將 有一些重大問題或者硬骨頭的事都讓他先上 他在習近平當政之後不受待見 在2019年持續了最後一個職務 大概是全國社保基金 理事會理事長 在50人經濟聯會上只有兩個人捧台現在的極左路線 一個是林毅夫 一個是胡彎剛 所謂清華大學的學者 林毅夫是習近平的首席 所謂經濟智囊 其他48個人都炮轟現在的經濟政策 不贊成砸爛中美關係 不贊成美中貿易戰 其中聲討現在的極左路線就包括樓繼偉這位前財政部長 所以顯然不受習近平待見 之後在2019年他就全部職務 或者是他辭去 或者是被辭去就正式退休 現在就在這個關鍵時刻 五中全會要召開 而中共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定調 但是財新網卻發表了樓繼偉的文章 而且非常大膽的提到了中共內部的敏感人物趙紫陽 歷史人物趙紫陽 所以可以在各方面衝破了禁區 這也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反習勢力的生命力 並不因為習近平在權力鬥爭中暫時獲得優勢而削弱反習勢力 反習勢力以各種形式存在 在政治領域 經濟領域 社會領域 文化領域 各方面都存在反習勢力 反習陣營 所以不光光是在政治上 也不僅僅是在中共高層 所以習近平要想剷除反對他的聲音 所謂徹底消除妄議中央 妄議習近平的聲音 我想他完全是吃心妄想 根本辦不到 倒下一個任志強又站起一個樓繼偉 倒下一個許志勇又站起一個許章潤 這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政治 社會 國家各方面博弈對壘的一個常態 中國的恆大集團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 說倒就要倒了 最近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宣稱遇到債務危機 向廣東省政府緊急求救 說他所欠的債務綜合高達8000多億人民幣 折合美金是1000多億美金 相當於土耳其一個國家的國債的一半 相當於希臘這個國家債務的三分之一 就僅僅是一個公司 就債務達到這麽高 他緊急求救 反映了這個公司即將倒塌的危機 而中共搞改革開放 搞所謂中國經濟發展高速增長 搞所謂中國崛起 主要靠兩個 一個是加工工業 也就是搞貿易 再一個就是靠房地產 也要搞基建 就是中國的經濟模式 實際上是加工工業模式 或是基建模式 現在房地產出問題了 這就是中國經濟出問題的嚴重的信號 恆大房地產公司如果出問題的話 據說他上下有牽涉的公司就是8400多家 而牽涉的就業人員是330多萬 一旦恆大集團倒下 那就約8000多家公司要倒下 330萬人要失業 這就讓人看到很像一個2008年在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前的一些跡象 當時美國的金融危機首先出現的是兩家房貸公司 最大的房貸公司出現了問題 債務違約 然後破產倒塌 要被政府接管 之後就是次貸危機 發生了金融風暴 一度就讓美國經濟遭受重挫 但連帶也是世界經濟遭受重挫 這樣類似的跡象現在出現在中國恆大集團 恆大集團在不管是銀行 基金 還是其他方面全面違約 8000多億人民幣無法償還 所以向政府緊急求救 結果這個緊急求救的信息發出之後 他的股票股價是連續幾天一路暴跌 所以說一夜之秋 恆大集團這個跡象顯示了一場金融風暴 或者是經濟危機 有可能再來到當前的中國 在美國 由川普政府發布的兩個禁令 兩個行政命令 受到了聯邦法官的挑戰 這兩個禁令是分別針對中國的微信 中國的抖音 這兩個軟件 兩個社交媒體 微信禁令先是受到了舊金山 一個聯邦法官的挑戰 他裁決暫時不得執行 說有違言論自由 有違所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昨天又有一個位於首都華盛頓的聯邦法官 又挑戰關於抖音的禁令 說也是出於言論自由 並且說抖音本來在11月中旬之前就要停止交易 他又認為這個裁決好像是聯邦禁令 還不得執行 這兩件事情發生 對親共人士來說可能彈官相慶 感到高興 對於堅持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來說 感到有些失望 其實這裡面有三件事情值得一說 一個就是美國三權分立 它是司法 立法 行政三權的分立 所以任何行政當局政府做的一些決定或者行政令 有可能受到司法當局的挑戰 而司法當局就由聯邦法官組成 聯邦法官可能在地方上工作 它仍然屬於聯邦 一個聯邦法官就可以通過一個裁決 叫停一個行政令 但是叫停並不是永久停了 作為行政當局 作為政府 它可以通過法院訴訟的方式去啟動這個禁令 就跟川普政府剛剛上台的時候頒布了一個禁目令 對7個伊斯蘭國家 中東國家占盡 讓人員進入或者是移民 當時受到了夏威夷 一個法官的挑戰 但是通過打官司 經過最高法院的裁決 川普政府還是贏了 也就是大部分他所發布的禁令是成立並且執行 少部分做了調整 這一回關於中國微信公司 中國抖音公司 美國發布的禁令 受到了兩個聯邦法官的挑戰 也再一次重演了過去的情況 也就是三權分立 司法 立法 行政 很難說誰大於誰是互相監督 互相制衡 那些聯邦法官有他的權利這麼做 第二 這裡面說明了一個事情 就是關於言論自由的爭議 這些聯邦法官在阻擾微信 阻擾抖音 禁令的執行的時候 說的是言論自由 但是這些法官顯然不懂得一點 微信是禁言論自由的 微信只能發布一些中共當局喜歡的 同意的 願意的東西 但是一旦發布跟中共當局有為他意志的 就會被刪掉 所以微信不體現言論自由 體現的是封鎖言論自由 要是說微信真正有言論自由 那是中共當局的言論自由 中國共產黨的言論自由 還有親共人士的言論自由 同樣 抖音也是如此 不僅在限制言論自由 在審查一些內容上不去 另外他還在層級收集數據 監控這些使用者 監控用戶 所以抖音絕對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工具 在某種程度上跟微信一樣是一個反言論自由的工具 所以這些美國的左派 這些聯邦法官 並不清楚言論自由在世界各地意味著什麽 他以為是拿美國境內的一個標準去照搬 殊不知他這個裁決 恰恰是方便了中共的言論自由 而不方便人民的言論自由 實際上是對言論自由的危害 也就是說對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誤讀 最近幾年在國際上一直有一個話題 就是在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大國之間 這兩個大國的博弈對壘和對立之間 歐洲做何選擇 歐洲扮演怎麽樣的角色 中共曾經希望聯歐治美 看到歐洲似乎在貿易關稅 或者駐軍其他方面跟美國有一些分歧 在美國的一些左派人士也有擔心 也是批評現在的川普政府的一個理由 在國際上有這些言論 在中共內部 中共的黨媒黨報上經常也出現這種言論 似乎歐洲跟美國漸行漸遠 而跟中共還越走越近 所以國際上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 當美中攤牌的時候 歐洲會站在哪一邊 這次聯合國大會實際上做出了一個清楚的回答 不僅先後有德國 法國 英國的表態 向英德法三國就致撼聯合國一個召喙 痛疲了中共在南海的座位 對周邊國家的霸凌和侵略 另外 法國總統馬克龍也自信聯合國 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 派出獨立調查團前往中國的新疆 調查少數民族受迫害和集中營的這些醜心 暴行和醜聞 繼這些歐洲大國領導人表態之後 在9月25日在聯合國大會上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直接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最近幾年一直有一個簡單而殘酷的問題 問我們歐盟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站在哪一邊 他是做了下面兩段的回答 他說我們歐洲跟美國的命運息息相關 經過了歷史的考驗 我們有共同的理想價值觀 並彼此關愛 他這些仍然體現在跨大西洋的聯盟中 他並不妨礙我們之間有時候會有不同的利益或者是不同的做法 然後他提到中國 就是共產中國 他說我不認同中國現在的政治或者是經濟體系中所體現的價值 我們尊重普遍的人權 包括尊重像維吾爾這些少數民族的人權 並且我們關切香港 尤其關切香港應該兌現民主和法治的國際承諾 所以他這兩段表明就非常清楚了 他用不著喊口號 用不著下結論 就是這兩段關於美國跟歐洲的關係 關於歐洲對中共的看法 共產中國的看法表現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發表了這個演講之後 國際議論普遍認為歐盟 歐洲選邊佔了 歐洲在所謂共產中國和民主美國這場新的角逐中 新冷戰中 歐洲選邊佔 站在了美國這一邊 站在了民主的美國 人類 民主 自由和普世價值的燈塔這一邊 最近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又出洋相了 他在海外的推特賬號 推特上發表言論 說中國有新四大發明 他把前幾年被人說過的話拿來重複一遍 說這新四大發明包括高鐵 共享單車 移動支付 電子商務 也就是網購 他此言一出 可以說輿論化然 因為這個新四大發明早在幾年前就被中國網民揭穿揭透 而且是批倒批臭 當時大概在2017年 在中國的一些互聯網上有一些極左派 或者是狂熱的民族主義 或者是親共人士 就發表言論說中國現在有新四大發明領先世界 就提到這四項 結果就前後被中國的網民揭穿 比如說共享單車 實際上共享單車最早是在1965年 在歐洲國家荷蘭 在阿姆斯丹先發明 開始使用的 而說到高鐵 日本是最早有高鐵的國家 全世界都知道 新幹線 子彈火車 在1964年就運行了 而且運行以來大半個世紀 日本很少出事故 除了有大地震這樣的情況 有略小的暫停之外 幾乎都是零事故的運行 而中國的高鐵技術就是源自日本 有一些源自於德國和法國 中共在其他國家推銷它的高鐵技術的時候 都受到了日本 德國 法國這些高鐵公司的譴責 甚至起訴 像日本的三菱重工就一再警告中共 警告中國 說中國的高鐵技術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於日本 儘管你在所謂的速度 或者其他方面做了一些調整 但是根本的核心技術就是日本的高鐵技術 說到移動支付 發明移動支付的是歐洲國家芬蘭 在1997年就出現了 後來得到普及的首先是美國 1998年像PayPal就在美國 這種移動支付首先出現 並逐漸普及 中國那邊的移動支付就像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寶 是在21世紀之後 就是2000幾年才先後出現的 關於電子商務 也就是網購 最早是英國人的發明 在美國出現在1994年 叫Network 是第一家網購和電子商務 之後在1995年出現了亞馬遜和Ebay這樣的電子商務 並且普及 中國的電子商務最早出現的是1999年 是當當網 而現在有名的這些網購 電子商務 實際上都是2003 2004之後才出現的 比如說馬雲的阿里巴巴淘寶網是2003年之後才有的 而劉強東的所謂京東是在2004年之後才有的 都遠在其他國家之後 這些事實都在國內外得到了反覆的核對見證 所以在中國說有新四大發明 這個提法已經不多了 除非是相當無知的人才會提到那一點 在官方提出來就更讓人聳動了 所以外交部份人趙立堅居然到了現在 2020年9月還在提出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而且是言之著著 吹著沙友界是神戶其神 所以這些中國網民看到現在感嘆的不是他敢亂說 感嘆的是他無知 因為在兩三年前都被網民揭穿揭透 被中國網民各種輿論批倒批測的論調 居然到了現在還在外交部犯人的口中給說出來 所以讓人哭笑不得 說外交部犯人無知到什麽程度 所以值得一提的是趙立堅使用推特 實際上按中共的法規 他是違法的 他違法的翻牆 違法的使用了海外的推特賬號 就是美國的推特公司 而普通中國人如果要翻牆 要使用的話 在中共那裏是要被禁言 甚至要被採取措施的 所以趙立堅是帶頭違法 就跟胡錫進一樣 環球時報總編 另外趙立堅還利用使用推特的便利 以前還跟蹤日本的AV明星就是昌景空 他自己是昌景空的一個粉絲 並且在昌景空的推特下還寫上 I want you 就是我要你這類不堪的話 所以也一時成為網民的笑談 沒想到他現在又利用推特在這裏大放厥詞 說中國有新世大發明 所以我就看到網上以前有一個提問 有人提問什麽樣的資格才能夠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現在有的網民列了很多詞語 比如說是勇敢 忠誠 或者說無畏 無知 最後選擇最多的是無知 也就是說無知你就可以成為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現在第二個問題來了 就是你要無知到什麽程度才能夠成為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現在標準答案也來了 那就是你要無知到趙立堅這種程度 你就能夠成為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那就是合格的 購本的 有資格的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